当地时间12月3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拿马城 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 共同会见出席 中国巴拿马经贸合作论坛的 双方企业家代表 习近平指出 中巴建交为两国各领域合作 开辟了广阔前景 两国经贸合作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 双方企业界的联系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 两国企业界是中巴合作的主要 双方要抓住良好机遇 努力扩大合作 中国真诚向各国开放市场 欢迎包括巴拿马在内的 世界各国企业家到中国投资新业 也鼓励中国企业到巴拿马开拓发展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两国企业家应该担起社会责任 生意做到哪里 就要在哪里拨下友好的种子 项目建在哪里 就要在哪里竖起友谊的丰碑 希望两国企业家开拓进取 开创中巴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 巴雷拉表示 长期以来 巴拿马和中国工商界通过运河 港口和科隆自贸区保持着联系 两国建交以来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我们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巴拿马投资 并把巴拿马作为向拉美辐射业务的基地 助力巴拿马和本地区的发展 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合作共赢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巴拿马投资